皮卡丘啊皮卡丘 我忠心的许下一个愿望 都傻玩意儿 不要打扰我挡到 皮卡丘啊皮卡丘 伺我一座彩虹神殿吧 出来吧 彩虹神殿 神殿 神殿 看到没有 我的彩虹神殿就这么造出来了 以后这里就是我家了 不要吓我们哥 哥只是个传说 哈喽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阿杨莫的白宝枪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模组 叫做基础炸弹工艺MOD 所以说和炸弹 没多大关系就对了 看到我手里的这只皮卡丘没有 正确的用法是这样的 只要我周围有怪物 而且是无论多少怪物 只要我拿着皮卡丘 每隔一定时间 就会由闪电从天而降 哎哎哎 我的羊毛地毯 怎么被闪电给点着了 别烧起来啊 不要 没关系 既然那个地方又无聊了 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 现在我手里拿着这只本 叫做Book of Rainbow Road 它的作用呢 大家的片头也应该看过了 指哪就会朝着哪个方向 铺设彩虹轨道 甚至还会给我自动插火把 简直不要太贴心 这也是我在这款购得当中 最喜欢的一个道具了 而这本Book of Leaves Barrel 严玄之书释放出来的技能 会对我的七彩宫殿造成损害 所以呢 我决定换一个地方 哦 那就这个地方了 使用严玄之书 再释放出创造一个短暂存在 由岩浆光块所组成的流动漩涡 记得要往自己小下放啊 不然烧到就挥之自己 Book of Exploding Fist 爆炸猛拳之书 这本书简直就是为熊孩子而量身定做的呀 创造一串由魔法生成的红石块 起爆的天地炸药 炸出的深坑足够挖上好几天了 哦对了 说到爆炸呢 就不得不拿出我这本 Book of Creeper Apocalypse 苦力怕启示录 听名字就感觉很厉害 是不是 我现在呢 找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让你们看看它的厉害之处 啊 怎么回事 怎么把我炸飞那么远呢 要是生锁模式 那岂不是当场就被炸成蜗米花了 而且 这些苦力怕爆炸以后 会在原地生成一团红色的气体 当我站上去以后 还可以获得持续十秒钟效果抵抗吧 这算什么 苦力怕的恩赐吗 咳咳 接下来这本 Book of Frozen 2冰霜使者 它的特效见之了 只要你对着你的平面歪轴啊 使用这本冰霜使者 它就会朝着歪轴方向发射五道冰块射线 可惜的是 无论在雪地还是在沙漠里面啊 这种冰块转瞬即逝 具体的作用呢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难道是PVP的时候可以卡别人的走位吗 而这本 Book of Digi Snake 名字为什么会那么奇怪呢 难道会召唤出一群会蹦跌的蛇吗 其实你们想多了 只不过是向各个角度发射出七彩羊毛 延伸出去的样子 好像是一条Snake一样 好蠢的道具啊 那我们本期的IM的百宝箱到这里结束了 其实这款MOD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道具 介绍的时间不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体验一番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